內蒙的火竟然越燒越旺 他們只差血手印都要蓋出來了 在任何地方 你都不可以有蒙古文了 這一把火已經從中小學生 開始片面燒到全內蒙古 各行各業 他們甚至集體喊話 我們要用鮮血和勇氣 來保衛我們的母語 你說什麼鮮血 宗教系統是最讓習近平 最頭重的一個東西 就是藏傳佛教 所以印度、西藏、蒙古是一塊的 它整個是連動的嘛 這個都非常麻煩了 所以它一定要把這邊整個撲滅掉 這個局勢真的有這麼亂嗎 我們講 我不懂的是 在這麼亂的狀況下 你應該是開始把聯合主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這才是過去中國幹的事 它為什麼四處點火 我不懂是 內蒙我們現在看到今天的消息 內蒙的火竟然越燒越旺 他們只差血手印都要蓋出來了 是 他們現在整個內蒙古 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連內蒙古的電視台 三百名員工 你要知道 這些電視台的三百名員工 原本是肩負著幫黨的喉舌 幫黨宣傳黨的政策 結果你知道這些員工 現在做什麼事嗎 他們竟然在黨姓 黨媒姓黨的這一個 你們有沒有看到 黨媒姓黨的那個牌制下面 開始聯名 聯名什麼 我們這三百多人全部都反對 這個中央政府推出來 全部都蓋紅手印 而且這個是非常特別的 這個叫做牽一個太陽 為什麼他們蓋成一個太陽 牽一個太陽 對 為什麼讓他樣子 老婆我們看 等於說我除了每一個人 你自己有一個位置要牽了以外 底下每個人都要蓋 用手印蓋一個章 還要寫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都剛好圍成圓圈圈 他主要這個最早可以追溯到 大概一九一二年的時候 當時他們在進行一個相關的 一個抗爭的運動的時候 他們怕領頭的人 跟你們這些人會被 領頭的人會被發現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這一個 每一個人圈成一個圓圈 沒有人 沒有手籌 對 就沒有人知道誰是領頭者 而且第二個代表意義是 我們全部的人就是同進同對 然後我們全部都一條心 而且太陽在蒙古的一個文化裡面 它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象徵 所以他們這一次已經遍地開花 形塑成一種 牽一個太陽的活動 你現在看到了 為什麼這一個畫面 會特別讓人家覺得 非常的激奮人心 因為這些人很多當時 都是吃黨的飯的 幫黨工作的 所以他們這些人 聯名帶姓 牽自己的蒙古文 把這些名字大啦都弄出來 不怕沒工作嗎 不怕沒工作 不怕被清算嗎 他們說工作是一時的 文化是代代相傳的 如果今天我們去想應了這個政策 今天我們幫黨去宣傳這個政策 這代表是什麼意思 我們親手扼殺了我們蒙古的文化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 他們真的是很有魄力 他們現在所有人都站在那邊 就開始抗爭 他們說我們就是拒絕這樣的行動 你說出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現在他們現在 包括剛剛提到了 三百多名的電視台員工之外 現在有兩千六百名蒙古大學生 也同樣簽一個太陽活動 大學生也演出來 對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這一把火 已經從中小學生 開始片面燒到全內蒙古 各行各業 大學生全面都瘋狂的出來響應 這樣他們甚至集體喊話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我們要用鮮血和勇氣 來保衛我們的母運 你說什麼鮮血 而且你看臉這麼小 他才四五歲耶 他竟然在哭 為什麼 他說我不要當中國小孩 我不想學中文 那媽媽就在安慰他 他說不要不要 我不想要當中文小孩 我不想學中文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小朋友 他就講說我寧願在家裡養牛 我也不要去中國學校讀書 那這個人他是用蒙古語 寫成什麼 他就寫說你們不可以來 就消滅企圖我們內蒙古的文字跟語言 然後現在這個媽媽說什麼 這也是非常有趣 這個媽媽就講說 我們就是一個民族 我們可以接受學漢語 可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是 你竟然要我們小孩子 連母語都講不好的情況之下 來學漢語 然後這個更有趣 這是什麼 兩個人去告訴他們說 你們不要去參加遊行 結果後來被告知的人說 不是啊 從頭到我們都不知道有遊行 是你來叫我們說有這個遊行 他說那你不知道就好 我們現在告訴你不要參加遊行 不是啊 那你的上級是誰 誰叫你來告訴我們這個遊行 那這個遊行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說這些人他們現在如驚弓之秒 是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這個就是被要求不能上街的人 他就很憤怒 他說從頭到尾我也沒有要上街 從頭到尾我也不知道有遊行 是你告訴我不能上街到遊行 那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難道我們都不能出門了嗎 難道我們現在蒙古人都不能上街了嗎 他說你可以上街 你可以出門 你只是不能參加這個 就是違法的遊行 然後他就更生氣 他跟那個公安嗆家 他就更生氣 他說我從頭到不知道 把蒙古女人好兇喔 而且他說我從頭到不知道有這個遊行 是你告訴我有這個遊行 然後你還不告訴我 為什麼那個 你到底在怕什麼 所以現在就變成整個 內蒙古一片 你看現在完全都是進空的 代表什麼 學校 學校都沒人了 他們現在所有的蒙古人 八成蒙古人都響應不上學運動 所以你現在拍到空 完全一片都是 完全都是沒有任何一個 教室沒有任何人 教室空空蕩蕩的 而且你知道嗎 就連老師 老師有的還是必須要到 就老師看著9點去 10點去 11點去 12點去 發現沒有一個學生到這個教室 你現在看到後面 其實是學校 他們現在整個學校 幾乎已經變成這個整個的戰場 為什麼 等一下中共敢鎮壓嗎 現在問題就出現 你知道現在大家關注一件事情 他們竟然貼住一懸賞 129個人大頭照 說這129個人在8月31號的時候 尋釁之勢 所以你知道當他開除 貼住129個人的一個大頭照 告訴他們要出面次 就是這個 就把這些人的照片 弄出來 那不是跟香港一樣嗎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個動作已經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他已經整個戰場變成原子 從學校遍地開花 現在甚至要開始逮捕人 已經有大概幾十個人被逮捕 你就知道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計畫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看到習近平昨天發表了一個重要談話 這個重要談話發表了五個絕對不可能 而其中一項被全世界的媒體標注出來 因為這個談話太耐人許味 他講了什麼 他說絕不大意把中共跟中國人民割裂對立開來 這個非常有意思的是 這是蓬佩奧的一個戰略 蓬佩奧一直都是把 他說我現在對付的不是中國人民 我對付的不是中國 我對付的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才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他是聽信他的 聽任他的華裔的幕僚 所給的一個建議 就沒有想到他就開始不斷地攻擊共產黨 要求把共產黨變成非法組織 要求共產黨的人 你現在要到美國的簽證 全部都會要取消 沒有想到這樣子一連串的作為 真的對中國產生壓力了嗎 其實有一點我不懂就是 中國是搞統戰的國家 這個統戰就是永遠只有一個敵人 我永遠要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以前中國國民黨就是被這一套 打得屁股那要留整個江山 兵敗如山倒 可是我現在不懂的是 中國怎麼現在四面去開火 你現在跟印度也開幹了 你現在更誇張的是 你現在也內蒙你也在生事 內蒙生事現在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因為現在外蒙已經跳出來了 現在是內蒙生事 外蒙跳出來 外蒙跳出來以後 在海外的蒙古人也跳出來了 內蒙外蒙如果結合再加上外面的蒙古人 俄羅斯也會進來了 外蒙大畫面表示這個衝突已經極限在家會 已經不是單方面已經進入到類似動作或武力上的衝突了 然後甚至他們抗議不是只有白天抗議完就算 他們不分日夜 然後連那種晚上推擠 你看晚上推擠這些畫面都有 而且這也不是一般的和平抗議 因為蒙古人性格當然是很鋼烈的 甚至也有人抗議到呼吸困難或受傷 你看我們看到那種送醫院的畫面 你看拉到救護車上等等 然後還會互搶手機 因為手機比如說會繞廊 會報警什麼的 然後我們還有看到警察去搶人家手機的畫面 你看手機就這樣被搶走 你看忽然那樣拍攝就被搶走 他就不讓人家拍攝 不讓人家上傳了 你看這些畫面 所以現在內蒙真的風聲鶴唳 風聲鶴唳 而且比如說內蒙的民眾 還是連署要反漢語 你看連署他們真的是上下一條性 你看有人是特別自己當桌子 因為連署要簽名對不對 不好簽名 然後是有個人自己彎下來 然後你看他自己的背 當那個簽名板 然後讓人家簽名的 他們就是希望說多一點人簽名 多一點人簽名沒關係 然後現在內蒙到處都有什麼 導播我們看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蒙古反抗的一個簽名 他們都簽圓形的 為什麼要簽圓形的 因為你就看不出手籌 結果這種圓形的簽名 你看有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的 你看他在看到畫面 所有都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蒙古 非常特別的一個反抗動作 對 當蒙古要煞血圍蒙的時候 就特別簽成一個圓形 為什麼要簽成一個圓形 因為你不知道誰是頭誰是尾 所以簽著圓形 第一個代表大家意見都是平等 第二個代表說 我如果這個被抄走的話 我分不清楚誰是主謀 誰是重犯 然後這個叫做多歸倫的簽名法 對於過去蒙古只要反看事情的時候 由古到天都是這樣的簽名法 這個東西簽名現在已經在蒙古 大量大量的被人家帶來連鎖 而且現在學生都跑出來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這種學生高喊說 我們的蒙古 永遠我們的蒙古 都用蒙古人在高喊 然後現在內蒙非常多什麼 大家都穿著傳統服飾上街 然後穿著傳統服飾上街 然後看高唱就這個畫面 高唱的蒙古的傳統歌曲 然後說漢味蒙古文化等等的 所以對於蒙古人來說 現在這個東西已經不是單純的教改 而是一個文化滅絕的狀況 為什麼是一個文化滅絕的狀況 我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非常非常多 蒙古的教科書都這樣子 來 這個過去的教科書是長這樣子 這個故事所有蒙古人都知道 蒙古人都知道這個故事是什麼 其實台灣人也知道 就是說一個女王跟她的幾個小孩子說 一根劍一下就折斷 兩個劍就不好折 三隻劍的故事 對對對 那他們是五隻劍的故事 這個蒙古其實是蒙古當地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結果你看課本 原本是一個蒙古的女王跟她小孩講 然後頭髮都是蒙古傳統的髮型 對不對 結果現在全部 這個圖案不見了 變成一個草原的圖案 結果呢 他就是為什麼要去蒙古化嘛 現在中國在於整個地方都 這是蒙古代代相傳 這蒙古代代相傳 蒙古人要這個團結的這個預言 結果你把它拿掉了 結果他們現在完全都在去蒙古化 然後另外你看這個教科書 也特別被人家找出來 你看原本教科書的圖長 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 用蒙古文寫出這個學校的碑文 這名字啊 結果現在改成這樣 蒙古族小學用漢文來寫 你看中國在去蒙古化 那麼細緻喔 連教科書其中 圖都把它拿掉 對 也擦圖 改成原本是蒙古化 改成中國漢文變成蒙古族小學 所以說在任何地方 你都不可以有蒙古文了 各式各樣的蒙古文 然後呢 以前他們教英文都是 教英樂都是用蒙古文寫 然後蒙古語教學 結果你看現在音樂課本 現在最細緻變成這個音樂 也是用簡體字在寫 然後呢 過去他們課本 你看課本也被人家特別標示出來了 裡面的差別在於哪邊 你看這種文字不見 這一段 可是當觀眾朋友不好看 這段文字叫做蒙古族 換句話說 以前都會講說蒙古族 比較樂奇蒙古族等等的 結果原本他教科書這樣的 我們蒙古族向來有互相問好 尊重的好習慣 細緻變成是把蒙古族拿掉 變成說我們日常生活中 都有相互問好的好習慣 換句話說蒙古族這三個字 現在在蒙古教學書已經看不到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這不是很 不是單純的說 我為你好 我多教你一句普通話 多讓你學個語言這樣的事情 沒有 他要把蒙古文給毀滅掉 對 他是要把蒙古族毀滅掉 讓蒙古的歷史從此不見 所以這東西當然會引起 引起蒙古族非常大的反彈 而且跟他講的 他不只是課本 現在你在這個蒙古的電影 蒙的街上 有些蒙古文他也把你拆掉 更可怕的是有一張照片是 小學生在前面念書有些他們開始抓學生 現在有時候家長把學生藏起來 不讓人家被抓到學校去 結果你就勉強地去學校上課 結果怎麼辦呢 後面有警察在後面盯著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就是這樣 有警察在後面盯著小學生上課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他們 現在有各式各樣的通告是在說什麼 小朋友們看 這多可愛的小朋友 而且每個小朋友你看 正經為座 你是小學生 你會這樣正經為座嗎 為什麼要這樣正經為座 後面都是公安 沒有錯 你看 因為他們現在各式各樣的通告 這邊都有把 比如說 中共四王子 教育體系的公告 什麼什麼公告 公告內容 大同小異 都是說你的父母親 請你在時間內把小朋友送去上課 否則的話 我就要強壓你去上課 或者是讓你依法就辦 所以整件事情 他們現在已經動用公安的力量 而且現在右邊那個東西 藍色是什麼東西 是他們蒙古族裡面 互相提醒的簡訊 他是說什麼 他說政府已經動用軍隊武力 來強壓學者去上課 請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藏起來不要抵抗 不要失承 不要鬧事 不要受 不要強出頭 受到武力傷害 換句話說現在他們各式簡訊 已經告訴大家趕快藏起來 趕快藏起來 否則已經動用公安或軍隊武力 去把你強壓上課 所以才會有我們剛剛看到 前一張照片的畫面 就那個小朋友 根本不想上課 爸媽也不想讓他上課 然後上課的時候 後面站著公安 就看著你上課 所以對於中共來說 這個真是硬幹 可是硬用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到最後內蒙已經跟外蒙 連成一起 好 董事長 胡錫進又講話了 胡錫進又說什麼 胡錫進說 老胡知道國外有一些力量想在內蒙古自治區搞煽動 放大少數蒙古族群不解不滿把事情搞大 但我想說那些力量一定會失敗的 真的是這樣嗎 這個 這個PO文後來大概一分鐘之後就撤掉 現在他撤掉 現在看不到了 這個他當時 他又搞砸了 他一搞馬上大概就有關單位叫來把他撤了 所以你現在上網找不到這篇文章 我非常佩服我們這個 我們的製作單位是能去哪裡搞這個東西 因為他現在目前還是對內封鎖 對內蒙古的事情要盡量封鎖 但我要提醒就是我要 根據我對兩岸研究的瞭解 各族在獨立這個 這個中共中央 中共的這個治理的方式 你放心 他下重手的本事大得很 內蒙古其實是很安循的 早就已經被訓 已經被管制很好一個地方 他這次是忍無可忍 上街頭 是 我講一下那個內蒙古的故事 內蒙古他其實他最 在中共的傳統裡面有個最最偉大的 就是最厲害的一個蒙古人 就烏蘭夫 大家都聽過嘛 開國上將 那現在的這個內蒙古的自治區主席 布曉林 就是他的孫女 那這個這個人 他早年在追隨毛澤東的時候 他號稱為蒙古王 他是非常能驍勇善戰 能打仗的一個共產黨的一個蒙古人 然後他的主張 就是要去 他是要去蒙古化 他的主張就是要盡量漢化 他主張就是漢化的一個 所以布曉林現在 而且還有一個烏蘭夫跟習近平 跟習仲勳是好朋友 兩個人還曾經受難過 所以這有兩代交情 所以布曉林現在當了這個內蒙古的這個 這個自治區主席 其實跟習近平有非常好的關係 要搞這個這個漢化的這個整個大策略 其實不是很單純一個小學教育的問題 不然就是剛剛講到一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這個是有外蒙古的這些因素 所以有外部的一些的間接影響 但是外蒙古敢不敢直接來影響內蒙古 還不敢 因為外蒙古畢竟是個弱小國家 他後面雖然有間接有俄羅斯的影響 但他經濟的量體 還有軍事力量 各方面都很小 所以外蒙古現在主張叫做第三靈國 第三靈國 找第三個國家 第三個靈國來交往 第三靈國是誰 是非常遙遠的一個國家 叫做美國跟日本 根本 他這個兩個國家都被包圍的 他一個是被俄羅斯包圍 一個被中國包圍 所以外蒙古本身就很慘 曾經我記得好像阿扁去過 是 阿扁也去過 你有沒有跟他去過 我跟他去過 你跟阿扁去過外蒙古 對不對 你都知道外蒙古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他是其實局勤 那個地理位置對他很不利 因為兩強 跟他情感上來講的話 他們當然是陳其思汗的後裔 他們當然是非常驕傲的一個民族 他們這個東西 可是他會按住 但是在整個形勢的複雜程度 超過我們的想像 所以他更重要的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他所有的宗教系統 他的宗教系統是最 讓這個習近平 讓中共中央最頭痛的一個東西 就是藏傳佛教 外蒙古是新藏傳佛教 百分之五十是藏傳佛教 那百分之三是這個是回教 他有一些沙滿教徒 大概百分之十幾 所以藏傳佛教是他主要佛教 這麻煩了吧 這不是說達賴喇嘛 這是麻煩了嘛 這就搞起來了嘛 所以他為什麼這個事情會連動 連動在一起 所以印度 西藏 蒙古是一塊的 他整個是連動的嘛 這個連動 這個都非常麻煩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這邊整個撲滅掉 所以他這漢化的目的表面上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要漢化他的藏傳佛教 改成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之後 大家就是給一切 新語法師可以去了吧 對不對 我們這邊還有我們的廟天 大法師也可以去的 就很多中國的法師 那這個東西就跟達賴喇嘛切斷了 他是要跟達賴切斷了 當然 主要是達賴喇嘛的這個東西 因為達賴喇嘛的這個藏傳佛教 跟他的 跟他的所謂 這些影響的所及的面積非常廣大 那這一次的 你可以看 我們也看到新聞的報導很清楚 這一次參與中印邊界的衝突的 一支骁勇漢戰的部隊 是西藏流亡人的部隊 這個你就知道 他整個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習近平在八月三十號 八月底的時候 在北京主持的西藏工作彙報 他們就定調要幹這個事情 那這個事情會怎麼幹呢 當然強壓到底嘛 他在境內的鎮壓工作 他不會手軟 一定會鎮壓到底 但是在這個事情 他不得不而不得不非作不可 那這個不得不 所以這目前他情勢非常困難 但他知不知道情勢困難 他知道 所以他今天開會 昨天開會講了 有五個絕對嘛 有五個必須 有五個絕不答應嘛 主要是中國人民不答應嘛 他就代表了14億人民不答應 那這個是他的核心思考問題 如果他跟中國人民的關係 被美國撕裂的話 它就產生極大的挑戰 除了藏族之外 現在蒙古族也開始翻臉了 我們昨天講到的 因為你要求 你一小學 你不可以學蒙文 你必須要學漢文 現在他的學生 他的家長全部都翻臉了 今天更妙了 我們國際上知道 北蒙跟南蒙起身 外蒙跟內蒙起身 本來沒有那麼好的 現在的外蒙都跳出來了 蒙古人 蒙古族要站起來 是 蒙古人挺蒙古人 你要知道他們這件事情 已經變成是 所有蒙古人 大概現在內蒙古 有八成的家長 都聲援說 不要讓小孩子去 八成的家長 對 都不要讓小孩子 去上學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說 你現在這所有的舉動 其實你最後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們的母語 給消滅掉 把我們母語消滅到 到最後 你就是把我們整個民族 都給焊化掉 你說這麼小的小孩子 都跑出來抗議了 是 都跑出來抗議 你說你只給我學漢語 我都蒙古語呢 對 完全都不讓你學 而且他們以前 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說以前是我們 可以用我們的蒙古語來學歷史 來學音樂 來學各個東西 然後漢語 有一堂課是專門學漢語 你現在是叫我們 所有的課 幾乎所有的課 全部都是用漢語 我們自己連音樂課 我們自己蒙古的音樂課 都不能上 所以他認為說 這件事情 其實衝擊非常大 那甚至你知道 他們現在家長 有一些狀況 就是說他們甚至遇到 有公安跟他們講說 你如果不讓你的小學 像你看 你如果不讓你的學生 去學校上課的話 我告訴你民意或求職都會有問題 我甚至要開除你的黨籍 讓你三代人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威脅這些家長 威脅他們 對 那你看這些 你看這些年輕人 這麼年輕 大概只有國中高中生而已 但也是非常有玻璃 他們認為說 我身為蒙古人 我死也是蒙古人 你不可以用這種強硬的手段 來阻絕我們學我們的母語 你企圖來漢化我們 所以你看這些學生 這麼年輕的學生 就懂得去衝撞這個學校 他們要離開學校 你把雜貌弄起來都沒用 是 他們就認為說 你怎麼可以把我們強制在這裡 後來因為有家長 他們用手機就告知家長 所以現在有一些家長 也來到學校來接這些學生 那整個學校都鬧轟 鬧成一大片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認為說 我們現在就是要離開 叫我們不願意來繼續上這個課 然後現在這裡有兩百多個家長 這其實是前幾天的畫面 圍在這個學校什麼 教學校趕快放開校門 我們要把我們的孩子接回家 我們拒絕我們的孩子 來接受你這個最新的 這個漢化的課程 不讓他們在學校唸書了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最生氣的一件事情是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告知 你是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突然告訴我們所有課程 全部都用漢語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 越弄越大 大到後來甚至要派公安來 現在甚至有一些內蒙古 有一些地方聽說是有裝甲車 都已經上了街頭 進行一些宵禁的狀況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整個內蒙古的狀況 其實是在晚上 其實是有點風聲鶴唳的 這是他們拍到的畫面 你看那個一步一步的裝甲車 就這樣行駛過去 你不說的話 你還甚至以為 現在是在新疆呈現這個狀況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這個情形 其實是還蠻嚴重的 裝甲車都到了內蒙去了 而且甚至因為爆發這樣的衝突事件 甚至有家長就被這一些 就是軍隊或者是被公安暴打 所以衍生出的衝突就越來越多 那甚至他們還有一些 就是一些現在有那個 十溝里的一個學校小學裡面 有85個就是小學老師 全部都聯名 聯名什麼說我們拒絕政府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老師受不了了 老師完全受不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就是 他們也就是發生了一些衝突的畫面 現在人竟然就躺在地上 就全部都是被這些公安 他們就是強制要挾了他們 然後就是打他們 所以造成這個衝突 現在情況比較麻煩一件事情是 感覺上是越遠越烈 幾乎沒有要畫下平息的地方的現象 現在很明顯一件事情是 學校就是要求的學生 如果是你住宿的話 還沒有強制你在學校這邊繼續念書 但是家長只要可以把小孩子 帶回去的話 就幾乎完全不讓小孩子 再繼續上學 所以就兩方呈現一個僵持的狀態 好 體會 搞不懂中國在幹什麼 你現在已經外面被美國 這樣子全面的包圍 現在剛剛講到從日本 台灣 菲律賓 東南亞 到了印度 一個圍兜 甚至連澳洲跳進來了 結果你現在內部 你內部又搞這些事情 現在西藏也在鬧了 現在蒙古也在鬧了 可是蒙古現在外蒙 竟然也在討內蒙 外蒙挺內蒙 俄羅斯也進來 他不是滿頭包了嗎 後續影響就是影響到 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 這個影響會非常大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內蒙古以及外蒙古 原本的關係不太好 但是後來 因為這一次事情 你未來如果真的 內蒙的鎮壓的方式 不對的話 或者是死了更多人的話 那這時候外蒙一定會想要出手 但是因為外蒙自己能力不夠 他怎麼辦呢 他找他的老大哥 老大哥就是蘇聯 前蘇聯 外蒙的老大哥 所以我們知道說 當然這個外蒙古 他跟其他國家 特別是日本 還有跟俄羅斯的關係很好 但是傳統上 對於安全防衛 以及軍事防衛來講的話 都是俄羅斯在幫忙的 所以我們知道說 俄羅斯要個保護國 是 如果是俄羅斯出面的話 那中國就完蛋了 因為你接下來 如果涉及到 中俄之間的一個關係問題 我們知道說俄羅斯跟中國的關係 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是嗎 好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但是其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但問題是 如果因為蒙古這些事情 而發生之間的一個衝突的話 那未來可能在國際場合上 或是在很多的場合上 都可能俄羅斯會針對中國而來的 董事長 中國到現在 處在一個內憂 我看到這個我也覺得盲吃在背 沒錯 中國到現在處在一個 內憂外患的這個局面 外患我們講到 這個美國對它形成一個包圍保證 內部它最怕的是什麼 民族種族的動亂 如果再度興起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個是很難控制得住的 他已經對付了新疆的回族 他現在也壓制了這個西藏的藏族 那現在蒙古族他都不放過了 印度現在又挑動你這個藏族 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內蒙就是現在 這幾天我們一直在節目上 講到內蒙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 很多人在這個網路上面求救 他說什麼 你看 你好 中國境外有很多 這個少數民族自治區 正面臨著母語被統一 使用漢語取代的這個局面 他說這個政策違反了民族自覺 你說內蒙很多在對外面發聲 所以他們不斷的到各大網路 各大去求救 那你說蒙古族人民 廣泛使用的微信 還有我們昨天講到 巴尼等等的軟件都被封了 所以你現在講什麼 你其實沒辦法到對外面 說出你們的想法 他就這樣 你看 他就說希望我們能夠表達這些 他講說蒙古人已經走投無路了 對 他就說什麼 他們現在面臨到跟西 你看 不即時內蒙自治區 新疆自治區還有西藏自治區 已經開始實施這些政策 他就說他們如果不這樣做 他們如果不經常反抗的話 他們會面臨跟新疆維吾爾族面臨的問題 是一樣的 會滅種族滅絕 所以你看他們講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他們對外求救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麼嚴重呢 事實上我們必須講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中國到沒有這種種族 他對民主的政策 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過去的胡錦濤 他一直講一個叫做和諧社會 所以他對少數民主是比較寬容的 但是這幾年變得比較嚴格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這個習近平講到一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什麼叫做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當然就是以漢人為主的民族 所以他本門回仗描揚嗎 所以為什麼他這幾年會開始去壓迫 或者說對那些少數民族 要他們的語言慢慢的消失 現在為什麼他們都很驚恐 事實上他們這個 包括說像新疆自治區 這個西藏裡面 甚至連這次內蒙 他們都說中國大學要在2025年之前 讓所有境內的人全部都講漢文 這是他們內部傳染 沒有蒙文 沒有藏文 沒有回文 所以他們很擔心這一點 事實上這幾年他們已經慢慢在做這樣 譬如說新疆好了 新疆現在的母語已經變成是外語 就是他們母語是漢文 然後你這個想新疆文是變成外文 那這個當然新疆人會覺得沒有辦法 對不對 現在這件事情也發生在內蒙古 所以為什麼內蒙古人開始抗議 你看這是一位媽媽 媽媽裡面拿著這個課本 他說這個課本裡面根本沒有蒙古文字 事實上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 我們必須講 這個是蒙古人的課本 只有漢文 沒有蒙古文了 事實上在過去我們必須講 過去這個蒙古人 以前的蒙古文 以前他們學的是怎樣 他們小學到一年級到三年級 他們都學蒙古文 到三年級之後開始學漢文 所以他們母語可以說是蒙古文 但現在不是 現在反過來 我改了 現在反過來 就是你一年級就要開始學漢文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沒有蒙古文 所以也就是說他們蒙古 從一年級就是漢文 對 所以他們一年級開始 就等於是說蒙古 蒙古語變成是漢語 蒙古語變成是外文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們完全是抗議嘛 所以為什麼他們這些家長 會出來抗議 他們覺得說你這個是滅絕了 我們所有的這個這個狀況 他們根據統計 他們以後 如果是不去抵抗 我怎麼對陳吉思汗交代啊 對 你看他們就說什麼 把有家長表示內蒙古 百分之八十的蒙古族都會參加 這一次的抵制漢語教學的活動 那還不是講講 你看他們外面都這個 因為怕學生跑出來對不對 軍警在外面都圍了非常大圈 不讓你跑出來 就像這些人還真的就跑出來 你看他們就跑 拔山 這是一條水溝 爬出來 他拒絕上課 然後甚至學生拒絕上課 因為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被鎖在這個置物櫃裡面 不讓你出來 就他們馬上就去把他打開 打開裡面 然後拿到手機 然後聯絡家長說 我現在人在哪裡 然後幫我接走 他們才可以順便的離開學校 那你看這整個 整個你看 而且你看現在根據這個外媒去調查 一般來說 他們就說一個學期 大概有一千名的學生會來報導 但是現在呢 他就說只有四十個的學生來這邊註冊 那註冊的時候 他就說 有些學生註冊完之後就不上了 然後這個 大概一千個人的話 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也只有十個人會來這邊上學 所以你看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 所有的內蒙古的學生 尤其是蒙族的都不上課了 這蒙古人這麼妙漢 當然妙漢 你現在不教蒙古人 我不上課 他們是成績思汗的後代 所以你看 這是你看 他們在網路上面PO出來的 他們就說 你看讓我們蒙古人捍衛我們的蒙古文化 學生 學生居然敢這樣 旁邊都是有軍警 或者他們不怕你的 學生 對 甚至你看 他們有學生圍在他們的這個校園裡面 在喊口號 就還我們民族的蒙古族 甚至你看 這個網路上還有流傳這個 就是抗議的這個 你看這些都是學生 學生這樣抗議 那甚至還有什麼畫面 你看這個畫面裡面是很多軍警 那被人懷疑說 裡面也有一些蒙古族 那蒙古族軍警為什麼敢來 他如果真的是萬一爆發說 我來這邊維持秩序 但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很多蒙古族的軍警 他們似乎也不太 不太認可這個政策 那你看不只是這個 我就說 中國道為什麼會非常敏感呢 因為外蒙古也開始出現了 所謂資源內蒙古這樣生命 以前我換了這個去做了一個研究 以前內蒙跟外蒙的關係不好 可是沒有想到 甚至外蒙不喜歡內蒙的人 當然 結果現在外蒙來支持內蒙 對 那你看甚至連這個前蒙古 就外蒙的這個總統就說了 一定要好好的解救他們 他就說無論你在哪裡 只要你身為蒙人 你就要參與這個行動 要不然為什麼 失去你的腦袋還能夠做什麼 他把蒙古人給搞毛了 所以現在整個內蒙 中國道怕是內蒙外蒙兩個串聯起來 對他們壓力是相當相當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曾經說過 只要征服滿蒙就征服了中國 對中國 蒙古是內蒙古完全不能夠丟掉 所以你看他們就發了很多 你看中國四王子齊的這個教育局 發了一個文件 他就說9月1號10點前完全報到 不報到就要祭出相關的處分 他們做出這樣的處分 那甚至還有你看 這是另外一個起發出來的 關於做好蒙語教學學生 按時到校上課的通知 他裡面通知裡面就說 你一定要準時到 就是他們就說 有一個內蒙古的民眾就說 我的領導來跟我講話 他說如果明天10點以前 孩子沒有來學校的話 你就開除黨籍 那開除黨籍的話 你三代就沒辦法安生 就是你大概就沒辦法 但是他就說 如果我回應了這個政策 我孩子變成是蒙古人的叛徒 我永遠沒辦法抬頭做人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是處在一個 他就不能面對他的長生天了 對 要黨還是要他的這個種族 他們現在面臨到這樣相當困土的局面 這是你可以講 全部 這還有另外一個視頻是 他們罷課 罷課的時候 你看很多學 很多學校派車去接人 回來 就說你趕快給我回來 結果沒想到他們不回來 所以你可以講 他們已經有部分的人士跟這個警方 已經出現一個衝突的這個狀況 甚至你可以講 他們也是一樣 很多人子 很多人 學生被人丟下來 甚至你看很多照片裡面 甚至還有已經有裝甲車 裝甲車到內蒙了 很多部隊都已經來到內蒙 所以內蒙整個局勢 當然相當的相當的混亂 但是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跟大家講 這讓在最近的一段時間 為什麼內蒙會引起大家注意呢 你知道內蒙古習近平 他就是內蒙古人大的代表 他2018年參選的就是內蒙古人大代表 他特別就是說 我要好好的照顧內蒙古 那就有人說 那你是不是因為你參加了內蒙古代表 對內蒙古做了什麼狀況 這是他在今年的時候 他在前一陣子 他才去開了一個西藏工作會報 西藏工作會報他是時隔五年 他裡面有講到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準備要把西藏的藏族的這個回教 把他中國化 雖然講的就是說 反正你的什麼特殊的地方 他說把你中國化 這就是目前中國大代在做了一個 所謂的相關的政策 是 現在整個局勢 正在劇烈變化當中嗎 除了美國賣給一百零五家F-35 給日本把改變了西太平洋的局勢之外 是 真正的威脅 是北極熊 是俄羅斯 對 目前對中國大代表來說的話 真的可能面臨到四面楚歌的這個局勢 四面楚歌 對 那當然在這個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的時候 有美國 日本 臺灣 我們構築成一個這個兼顧的防衛網 F-35的兼顧防衛網 讓中國大陸是非常喘息 非常的壓力沉重 可是寶傑 我跟你講 對中國大陸壓力最大了 或許不是來自這邊 是來自北邊的北極熊 北極熊目前也是虎視眈眈的 在看著中國大陸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以來 真正嚴重的壞壞 對 都是來自北方 對 事實上 保證我跟妳講 這幾年中國大陸崛起之後 普丁他其實真正的感覺到 來自中國的壓力是相當相當的巨大 那他們現在很擔心什麼 過中國大陸崛起之後 要恢復所謂的民族自尊心 要沒 很多過去俄羅斯從 這個清朝拿來的土地來做 中國想不想收回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不會放過那些土地的 所以俄羅斯其實對中國大陸一邊跟你交好 其實他某種程度來說 他要防範這個可能性會發生 所以一邊 港版國安法 全世界都在討伐 只有俄羅斯站在他旁邊 可是你一邊好像我是你的兄弟 我在國際的壓力下 我是站在你這邊 對 可是一方面 你跟印度衝突的時候 是 我賣武器給印度 而且我現在成兵邊界 對 而且你看 他還主動打電話 給習近平說你的水患好嚴重 還把他曝露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俄羅斯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其實是有點若即若禮的這個感覺 特別他最近做了一個動作 挑動了整個中國大陸的敏感神經 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見了這個蒙古的總理的呼日勒舒赫 見他面的時候 抱歉 見面那很正常 見面為什麼 可是他做了一件事 他邀請蒙古來加入一個 我們俄羅斯成立的一個集體安全防衛組織 CSTO這個組織 那這個組織為什麼會引起 中國大陸的這個敏感神經呢 因為如果中國大陸在搞一帶一路來說的話 這個集體安全防衛組織就是俄羅斯版的一帶一路 他現在也要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 對 他事實上這個在一九九二年成立了 他們蘇聯瓦解的時候 他把過去的共和國 包括哈薩克 烏茲別克 塔吉克 白俄羅斯 還有亞美尼亞 還有俄羅斯六個國家組成了 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集體安全防衛組織 那現在防衛組織什麼意思呢 我們六個國家共同分享軍事情報 我們是六個同盟國家 必要是我們可以一起軍演一起攻擊 那結果他現在把這個蒙古說 你來加入我們這個組織的時候 保證 蒙古這個地方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神經 我們如果記得很清楚的話 田中奏折跟你說什麼 要征服中國 必須要征服滿盟 所以蒙古來說的話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不可被人家控制的地方 如果俄羅斯把這個手伸到蒙古去了之後 你覺得對中國大陸 蒙古的這個烏蘭巴托 距離北京只有一千多公里 他在這個地方布很多武器 導彈的時候 對中國大陸的危險 那真的不是一般能夠想像得到的 那是一個插入中國心臟的匕首 所以這幾年來說的話 俄羅斯拼命的在拉攏這個蒙古 事實上蒙古也 中國大陸也知道 蒙古對他很重要 所以中國大陸在蒙古 投資了多少東西嗎 中國大陸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一帶路就已經把蒙古納入了 而且中國大陸跟蒙古的這個交易額 是相當相當大 蒙古第一大外貿夥伴就是中國大陸 可是蒙古他也很擔心說 這個我未來跟中國關係 也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他這幾年跟俄羅斯 兩個互相交好 大家都要買貨線 所以你看從二零一四年 一直到現在為止 然後說蒙古跟俄羅斯的這個所謂 關係是越來越好 所以你看他還在這個二零一八年加入 所謂這個他們舉行的 這個東方這個戰爭的演習 甚至你看俄羅斯 蒙古還接待了 簽名的這個俄羅斯的這個官員 召開這個聯合的演習 你說這個聯合演習 其實在蒙古舉行 對 所以你知道他們兩個國家 舉行聯合演習 保證人 俄羅斯跟蒙古在舉行聯合演習 請問他要對誰 蒙古的敵人不是俄羅斯 還有誰 他接著的國家 只有兩個國家 叫中國叫俄羅斯 那兩個一起聯合軍演 目標是誰已經很清楚 所以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你具體在我北京這麼 的地方進行這種軍演來說 對他來講 形成一個巨大的壓力 這麼可怕 對 而且你知道 保證人 我跟你講 為什麼俄羅斯最近 我們就說他們其實俄羅斯 也某種程度非常害怕 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 我們就曾經講過 害怕民族主義 為什麼 你看這是他們 他們這個迪拉佛沃斯托克 也就是說海參威建成一百六十週年的時候 他們還刻意在這個地方 你看 他就說 當時俄羅斯人在這邊建了一個軍事港口 所以他說這個是俄羅斯建立的 跟你講這個話題引起 中國大陸抗議 中國大陸說那哪是 那是我們過去固有的講座 那海參威是中國的嗎 過去清考之前的話 的確是 很多地方都是這個中國 都陸陸續續 因為條約割讓給俄羅斯的嘛 所以搞到什麼 搞到胡錫進 他們環球時報 這個總編就說 這個是歷史的事實 等一下胡錫進不是鷹派嗎 他不是大鷹派嗎 因為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要想辦 我們要選擇性 現在的國際局勢 這樣之後 我們不能跟俄羅斯交惡 所以其實是 你的意思說 現在美國對中國步步進兵 中國不能兩線作戰 可是俄羅斯就趁著這個機會 我知道你現在兩線作戰 我知道你現在面對美國的壓力 所以我才敢在俄羅斯 駐華大使館說 這是佛拉迪沃斯克 這個是海參威 對 俄羅斯建立的 以前他不敢講 是 我就趁你需要你命 是 趁你現在最弱的時候 我就特別告訴全世界 這你們爹啦 而且你知道俄羅斯多重視 遠東這些土地嗎 他除了把這個 迪拉弗沃斯托克的話 這個大肆慶祝一番 把他這個迪拉弗沃斯托克 這個建成者 當初跟中國道建合約的那些人 全部都列到他們的 這個所謂的他們國史裡面 歷史課本都要交 甚至還把他們的俄羅斯貨幣上面 都有他們的 他們把他塑造成民族英雄 我們前一陣子俄羅斯 不是在紅場上面舉行的 這個軍演嗎 他們浩浩蕩蕩的這個閱兵 閱兵的時候 他們展示了很多武器 包括說什麼 他們有一個T80的這個主戰 坦克 這個坦克 保潔必要的時候 他說什麼 我們可以把他部署到遠東 這個地方來 而且他之後 因為他這個大閱兵之前 他其實還在其他俄羅斯的城市 進行一種小閱兵 包括在這個烏蘭烏的這個地方 還有柏利 雙子城 海參威 你可以看到他 都是跟中國附近 閱兵的地方都是在中國 特別在這個地方 柏利 雙子星城 還有這個海參威 三個地方 就聯合軍行了軍演 而且他進行軍演的時候 你看都展示很多 超超級這個巨炮 超級巨炮 超級巨炮 還有這個這個 包括說牡丹花 還有風信紫 金河花等等 金河花等等的巨型巨炮 保潔這個巨型巨炮 裡面還有可以發射核子彈的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 在柏利演習的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包括在這個雙子星 雙子星城的演習的時候 他們第五集團軍 在這個地方說 我們可以在嚴寒之下 這個作戰必要的時候 你看這個完全的演習 必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捍衛 我們的領土 包括在海參威的時候 他們還展示了兩款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暗示的 這個導彈的系統 所以他完全都是把重兵 擺在這個地方 展示 他展示是展示給 俄羅斯人看的嗎 當然不是嘛 他是展示給中國大陸看的 而且剛剛講的 金門砲在裡面 台灣可以讓中國變成 單打雙不打 就是兩四洞 現在沒有想到俄羅斯 也有兩四洞 對 沒錯 而且他還有展示一個 TOS的火箭炮 多管火箭炮 TOS都來了 而且這個TOS的火箭炮相當的巨大 對不對 他現在未來搞不好也準備 把它鋪到遠東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俄羅斯所有的軍事計畫 他都是瞄準了一個國家 那就是中國大陸 而且保證你知道 上一次這個 包括說他們演習完了之後 你想說演習完 那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保證不是 他們就把這些炮 就留在這個地方了 完全都留在這個附近 包括說我們剛才講到 牡丹花 玉金香 風信紫 還有這個金河環 這些全部都鋪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種自首炮 自首鋪炮 都是現在全世界最大的炮 保證 這個為什麼有一個 有一個象徵意義是什麼呢 過去這些巨炮都鋪在哪裡 鋪在歐洲 你說冷戰之後 他這些炮是對準著西歐的國家 就他現在 他這些炮都從那邊移走了 他現在全部都鋪到 柏利啦 或是雙子星辰這一帶 對 這個海生衛這一帶 那是以中國遠東 對 俄羅斯遠東地區 他的主要的目標 特約是冷戰主要目標 已經轉成是中國大陸 所以那中國大陸 他可能也看在眼裡 他當然知道說 你俄羅斯在玩什麼把戲 而且保證 我們知道過去 中俄之間 他們有一個協定 就是說我們不要在 我們互相的國家的 一百公里之內 有任何的駐軍 中國大陸的確 他駐軍就離得相當遠 可是俄羅斯這幾年 不斷的加強在遠東區的駐軍 一直一直不斷的加強 包括說在這個烏德蘭德 烏蘭烏德這個地方 有俄羅斯的第36集團軍 在赤塔這個地方 有俄羅斯第29集團軍 在這個別格格爾克斯克的 這個地方有35集團軍 包括這個貢新城這個地方 他在這個地方布了 蘇35的戰鬥機 包括雙子新城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講到的 第五集團軍 全部在這個地方 他在中俄的這個邊境裡面來說 他有十二萬人 三千九百輛坦克 五千八百輛專甲車 非常多的這個戰機跟迫擊爆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如果中俄關係這麼好的話 你幹嘛要重兵擺在中俄邊境 所以就算了 其實俄羅斯表面上 我跟你交好 我希望你買我更多東西 但是事實上 他還是對中國 還是時時保持著警戒 你沒有想到 一帶一路的後遺症 有這麼嚴重 因為中國開始搞一帶一路 以前美國的緊張 你幹嘛你要跟我爭霸權嗎 休息抵失陷阱 就要跑出來了 另外大家不要忘了 中國最長的邊界國家是俄羅斯 中俄以前是衝突最多的地方 現在俄羅斯也會 雙方開始有壓力有威脅了嗎 君子動口不動手 普丁動手不動口 普丁根本不跟你囉嗦 我就直接幹你 他是那麼簡單一個人 他這一次的 剛剛提到那些所謂的用高火炮 那些火炮就是蘇聯在解體的時候 最後發展的一批武器 他現在從倉庫裡面重新拿出來 把電子化 這什麼武器呢 他就用炮 用高車炮的形式 用火炮的形式可以發射核彈 這就是你看看 你用這個概念去想想看 就變成核彈的 就是這個核彈器輕量化 輕量化然後機動化 他隨時可以跑 這個多厲害的 可是成本又低 他的這個債具成本又比別人低很多 但是他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當時蘇聯最後發展的 核子武器的那個基礎概念 那普丁這次把倉庫裡面拿出來 重新整修 重新把它更新 然後更新的時候 沒想到 他第一次把它佈證的地方 居然是中俄邊界 中俄邊界 對 那為什麼 他就是這個時候覺得最軟 解放軍最軟 如果他把這個東西放到歐洲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馬上就會有激烈反應 歐洲絕對不會放過他 所以胡基金才說 我們要接受歷史事實 對 所以這個就是俄羅斯的態度 俄羅斯為什麼突然間什麼事情發生 還是今年發生了 2020年的新冠肺炎 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改變了國際政治 這些事情過去年沒有 因為俄羅斯也太慘了 俄羅斯現在很簡單 俄羅斯發現有機可乘 對 你現在中國大陸 突然間變成全世界的重視之地 然後突然間你的國際的情勢 非常惡化 你非要看我臉色不渴 這時候就是你正好常講的 趁你病 要你命就來 對不對 所以他馬上 他怎麼會搞中亞 你說這個時候不偷一把 他也對不起自己了 當然他就幹了 中亞就衝下去了吧 蒙古 我跟你講一個 另外蒙古有一個非常好的 要好的一個國家 就是畢國台灣 真的啊 蒙古跟台灣關係非常好 蒙古跟台灣有非常多的貿易往來 陳水扁去過蒙古 你就不記得 我去過 你也去過 我去過 對吧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這不是我們在亂講 所以這個情勢 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中國習近平現在情況 我補充一個 在蒙古買的那個圍巾 是台灣的十分之一的價格 可是品質比台灣好十倍 超好的 對 當年的蒙古 我記得好像送了一匹馬給陳水扁 對 送了一匹馬 送了一匹馬 那陳水扁會不會騎馬 他養在蒙古 台灣會怕養 沒有帶回來 台灣跟蒙古的外交關係 其實是有長久的關係 那為什麼 因為有結構性矛盾 這就是蒙古跟中共之間的關係 是不好的 所以這變成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所以因此整個情勢的變化來講的話 對中共是極端的不利 俄羅斯在領導過去的前蘇聯的國家 為什麼他去搞蒙古 為什麼搞中亞 那些都有歷史的淵源 他一下子把他摳起來 圈起來以後 變成第三勢力國家 第三勢力國家的時候 他有什麼力量 他憑他的軍事的力量 跟他的這個地緣政治力量 可以在美中之間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天平的角色 不是槓桿 因為他是用拳頭來決定輸贏的 就像他現在在中國跟印度 我一方面賣武器 一方面跟你討人情 他沒有 那個討人情是假的 賣武器是真的 賣武器他拿到了美金 賣武器的同時 他就告訴你說 我會幫他打你 而且中國很清楚的 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請問你哪一個國家先撤退的 中國先撤退 中國先撤退兩公里 為什麼他要先撤退 他撤退在中央 央視 央視一句話都不敢講 然後你看印度的報紙大吹法羅 為什麼中國為什麼會撤退呢 俄羅斯的來了 對嘛 俄羅斯的後面 那一根 那一根 那一根俄羅斯的大砍刀 隨時準備要他的命嘛 所以這就是可怕的俄羅斯的 戰鬥民族的特性 絕對會在趁他最弱的時候 給他最重的打擊 現在中國的殺人暴已經到了韓國了 韓國人神奇說 這什麼都是你中國來的 你要處理啊 中國說那跟我沒有關係 那是蒙古搞的 不管怎麼樣 你現在看到內蒙跟整個蒙古 現在基本上真的是黃沙一片 然後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是中國的內蒙 這是太誇張了 你以為說他們住在窯洞裡面 你以為說他本來就在這個 等於說泥洞裡面 沒有喔 原來是這個狂風沙 將這個房子 不是雪喔 是泥巴 把這個房子給封了 封了以後 要解放軍 來這個地方 把門給挖開 這個老太太 還有辦法 從裡面出來 沒錯 看他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會撒那會認為說 這好像是一張老照片 不是 這是這幾天在中國發生的 因為我們知道內蒙古 有些地方呢 除了泥沙之外 因為還有一點點 水絲細雪在這裡面 所以泥沙跟雪混合成一個混合物 就黏在他的房子上面 結果這個 那個老太太被困在裡面 對 這個老婦人就被困在裡面 那困在裡面的時候 他們趕緊找 找相關的這個救援隊員 開始把他挖 挖他們挖了這個六個小時之後 才能夠把他挖出來 然後挖出來之後 你知道他們站在門口的時候 其實還很難站在那個地方 而且呼吸很困難 因為聽說 當時空氣裡面的這個空氣裡面 還有吸進去 有那種沙粒的感覺 你想想看 我如果吹了這麼多的黃沙在這裡 你要多大的量啊 對 你可以看到這其實他們原本的門 你看原本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後面外面全部都是因為這個沙 還有這個雪堆積而成的一個狀況 你看如果變成是雪的話 會變成水泥這樣 如果是變成是水的話 會變成是土石流啊 所以現在韓國就開始批評了 韓國就說 我們這幾天的未來可能會有 來自中國的沙塵暴 會侵襲我們南韓 結果這導致什麼 南韓就這個中國就不爽了 中國就說 趙立堅就說不是 我們這個我們也是受害者 我們只是沙塵的這個京圖戰啊 真正來源是來自於外蒙古 蒙古國啊 大家全部都來拼拼甩鍋 所以我們在看 事實上 到底為什麼這個沙塵暴會這麼嚴重 寶傑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過去我們對這個塞外 這個草原這樣的想法 這是以前的塞外風光 對嘛應該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現在呢 寶傑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變成這樣 你以為是沙灘嗎 你以為是沙灘的這個狀況嗎 這以前是遍地都綠草 現在滿地的黃沙 對沒錯 那你知道我們之前 我曾經跟我朋友去烏蘭巴托的時候 抱歉你知道 下去的時候 我們原本也以為是 這個地方應該是很多草原 很多所謂的蒙古包 沒有 現在完全是這樣 你下去的時候 變成大都市了 變成大都市 你裡面根本就看不到什麼 不要說草原什麼綠色什麼 他們已經都沒有看到 全部都是這樣一個區面 那這是克慶草原 克慶草原 你看過去是這樣 嘴草豐美的這個地方 你看牛羊這樣成群 結果現在 也看不到 現在都變成是這樣 現在是開這個煤礦 開稀土 各樣的這個地方 你看這是克慶草原的一個城市 你看這個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前面還放了兩隻羊 你說還有羊對不對 不是不好意思 這個羊是假的 假羊 為了要說我們這個地方還有羊 你看他們用雕像 雕了幾隻羊在這個地方 這裡沒有羊了 沒有羊 但是後面全部都是公共 也是這個地方已經老早 就已經沒有養了一個狀況 1999年去烏蘭巴托的時候 我們要去降落在外蒙古的時候 你像是一片漆黑喔 裡面大概只有兩三種燈光 那個島原還在那邊講 我們看到烏蘭巴托 怎麼都沒有燈光 沒有想到才幾年的時間 完全不一樣 大概約莫這二十年十幾年 變化非常大 我們先來講 我們先從最根本的蒙古來看 那蒙古過去 我們印象中就是大草原 但是因為他們這幾年的經濟開發的關係 他們開始養羊 養羊的話你看 如果他們養兩種羊 一種是傳統的肉羊 另外一種是山羊 特別他們養山羊 你看他們從1990年到2000年的話 增了三倍 約莫是從大概幾 這個從這個兩千萬 增加到七千萬 七千萬 那他們主要是做什麼 他們主要養山羊 因為山羊他們蒙古養的這個羊毛絨 非常的好 這個山羊 可是山羊跟綿羊不一樣 是什麼地方 綿羊他會吃草的上面 但是山羊他會連根拔起 那連根拔起之後 這個草再也長不出來 再也長不出來 所以他們現在越養 越養越養 因為他們現在養綿羊的比重 越來越少 養山羊的比重越來越高 所以從這個過去的大草原 大草原以前都能夠再生 為什麼沒辦法再生 因為養了太多的山羊之後 現在變成是這樣 連根拔起了 我們去問我們後來去問這些 這個住在這個蒙古包的這個牧民 他還說 我們現在還要跟外面買牧草 來養我們的羊 買草了 你都知道現在他們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程度 你看我剛才就講 這一張就非常有意思 我們過去都說 風吹草低賤 現在沒有了 現在就是風吹 風吹滿地 這個梅灰就養起 這都是石膏做的 因為你去那邊 寶姐我問你 你去蒙古 外蒙古 我剛剛看到那個什麼鴕鳥 那些鴕鳥 那些鴕鳥都假的 寶姐我問你 如果你去 假的 如果你去當地的話 你會不會想要看到 風吹草低賤牛羊 會 要有羊成群的 才是塞外的感覺 沒有 所以他們就用假的 這樣來替代 你就知道說 到底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剛剛講 這些山羊就是 把連根拔 我有複合的 是 第一個我蓋工廠 第二個我挖礦 第三個 我這些羊是連根拔起的吃草 現在到什麼樣的程度嗎 譬如說 你去耳朵斯好了 耳朵斯大家都很想要看草原 你去耳朵斯 現在都是看鬼城 那我不要看鬼城 請你帶我到一個 可以看草原的地方 就你知道 旅遊 導遊團把他們開車 開車你知道開多少 要開一百公里 你才能看得到 你很想說 我到了耳朵斯 我想要看草原 我要開車一百多公里 對 我要從台北開到台中 那他們現在 在那個地方看到的 都是這樣的景象 你要嘛就是看到很像是 末日荒地的感覺 你很像是 月球表面的地方 完全這個過去你印象之中的 所謂塞外草原的風光 完全都不是這個樣子的 那更慘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東西 真的讓整個這個塞外 影響非常非常大 那個叫做這個稀土 那其實呢 內蒙古是全世界 重要稀土的產地 中國90%的稀土 都是來自於內蒙古 那內蒙古這個地方 你看他們過去有一個地方 在包頭 你在包頭附近的話 有人都說你千萬不要去一個地方 叫做偽礦庫 什麼叫偽礦庫 那個地方就是說 因為他們過去要練這個稀土 那要練稀土的時候 其實稀土就是 那是包頭 對 稀土就是一般的泥土 那泥土你挖出來之後 你要經過不斷的用化學藥劑 去把它稀釋 把它提煉 提煉出各自那種乳 或是那些重要的稀土元素 但是它會排出非常大量的水 還有化學物質 那過去在毛澤東的時候 就是說 那我們把它統一排到一個地方去 那所以那個地方 就叫做偽礦庫那個地方 就越排越多 你可以看 保證你仔細看 這就是他們排出來的水 是這個樣子 根本已經不是水 那個水裡面來說 是非常髒亂 甚至還有人說什麼 裡面都是毒物 甚至裡面的所謂 輻射物質 超過標準的三倍 你看這個到處都是這樣 這都是稀土挖的時候 然後因為稀土你要提煉的時候 你要用所謂的煤礦 去把它燒 所以又用了大 又要挖大量的煤 變成一種非常惡性循環的狀況 然後稀土那個地方 又不斷的挖挖挖 所以越來越多的地方 洋已經沒有 已經吃掉了你的這個 然後稀土煤礦一大堆 全部都把那所有原本的植皮 完全不見 那另外一個還有什麼 現在他們在上面還蓋這個 太陽能板 那內蒙古其實是中國大 非常重要的能源制度 你看完全一片快過去 現在你去那個地方 你看到最壯觀的 你會看到是太陽能板 還有風車在那個地方 非常非常多 那個都是非常大面積的 一大堆你看一眼望過去 全部都是風車 那你知道這個 你知道他們這個地方 因為風車這些東西 你知道挖在這個上面來說 其實下面的草長不太起來 因為它有非常多的 這個干擾的這個因子 在那個地方 那太陽能板也是一樣 你下面的根本就 長不出草 長不出草 所以這兩個地方弄下去之後 基本上是長不出草來 再來是什麼 因為電力很便宜之後 蒙古人就說 我們被你們污染成這個樣子 結果你在電力 太陽能板還有內蒙古人 這個所謂風力的發電 是送到來去 送到這個北京去 北京的電 就是從你們這邊來的 甚至你知道 因為他們電很便宜 所以前一陣子 這個習近平都生氣了 就是說 因為很多中國大陸的大礦廠 所謂大礦廠 比特幣的 對 比特幣的大礦廠 都在那個地方 都在那個地方 都在二爾多斯 就是抄 抄這個二爾多斯這個地方 就是說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的 電價便宜 很多人都把這個 比特幣的大礦廠 都完全放到那個地方去 結果習近平就說 給我抄下去 所以現在整個 包括整個內蒙古 跟外蒙古 因為整個過去 開發的太過泛濫的一個狀況 造成這一次的沙塵暴 剛才講的是 這個照片 讓我覺得非常shock 過去 我們對於蒙古大礦的印象 是 是一片的綠毛 風吹草地見牛羊 是這樣的一個景象 可沒有想到 現在 在蒙古 如果看到很多的畫面 那裡 都只有大片的黃沙 而且這種沙漠化的狀況 現在中國已經得到報應了 現在這個沙漠的狀況 慢慢接近北京 現在據說 如果沒有遏止的話 再過幾年 連北京 北京都要沙漠化了 所有你現在看到北京 什麼東西 北京現在網友 直接講北京下土了 為什麼北京下土 很簡單 因為北京是這樣 我們正常 你看這是北京的狀況 你根本分不清楚 是北京還是清明上河圖 現在就講 北京現在畫風 跟宋朝一樣 那北京的現在整個泥沙量有多大 我這樣講 一般來說 800 500維克就已經報表 PM10就報表 現在北京是8000維克 每立方公尺 8000維克 意思是什麼東西 他們專家有算 你看這個狀況 我能見度 我只能看到一公里以外 那每一方公里 8000維克 是我如果收集 一公噸的空氣中 我就可以找到 8克的沙子在裡面 他說這個濃度 比所謂金礦石還多 一般的黃金礦石 一公噸黃金礦石裡面 了不起 一兩克黃金就賺錢了 叫做北京的沙子的濃度 已經比金礦石裡面的黃金還多 所以是非常非常誇張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戴口罩已經沒有用了 他們現在在北京流行戴什麼 戴塑膠 你看戴塑膠照 用塑膠套把整個頭埋起來 然後這都北京 因為你現在口罩沒有 你口罩你眼睛都不夠 還有人戴什麼 戴防毒面具 戴防毒面具 你才可以連呼吸道眼睛 那這邊全部一起滿起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這還是北京 你不要忘了 他這邊的源頭是內蒙跟外蒙 對不對 內蒙古現在更長 內蒙古現在被看到能見度不到100米 100米是什麼概念 就是我從這邊看不到對面的 對面馬路的長相 然後你看他們的鐵軌 因為這個風沙太大 現在鐵軌整個不見了 變成沙子 你找不到鐵軌在哪裡 所以他們呼和浩特 趕快動員人 你看這清沙子 清沙子有這麼厚 他再不清來不及了 因為鐵軌已經不見了 那趕快來清 所以你看他們有挖土機 有人等等的 土這麼厚 他們動員了好幾百個人 搞了七個小時後 你看才搶修八公里左右的 很短才搶修八公里的鐵軌 然後他搶修到前面的時候 後面又被那個沙子包又在蓋住了 所以這變成一個 每日每夜的搶修工作 然後如果你只有沙子就好了 就算了 我們剛剛看到的老人家 其實坦白說 他不是沙塵包 那個被困在屋裡這個老人家 他是什麼 他叫做白毛蜂 他是被白毛蜂 他是被白毛蜂困在屋子裡面的 因為照理來說 如果他被困在屋子是沙塵包的話 不可能會有白色灰色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現在內蒙古同時 十級颶風再配上零下十度 所以當你出現十級颶風加零下十度的時候 大風降雪降雨 然後還有所謂的大風沙一起混在一起 這就是北京現在白毛蜂的狀況 然後這白毛蜂在... 所以現在這就是白毛蜂 這就是白蜂 北方人就說 忽然很高程度的降溫 然後雪下下來 然後大風又過來的時候 你根本分不清楚是下雪還是沙子還是風的時候 就是白毛蜂 你看喔 那個動物 整個動物被結成冰 然後被白毛蜂整個冰封起來 然後甚至內蒙古的這個暴雪木鳴 也非常非常慘 你看這木鳴 他是為了要趕快去搶救他的籠作物 或等等 或是搶救他的動物 你看 全部都籠到在這個白毛蜂裡面 然後這白毛蜂 為什麼我說是十級颶風加上零下負實度 因為你看那個車子喔 他去搶救他的車子對不對 他車子還算運氣好 可是旁邊有台那種大貨車喔 直接被這十級颶風 你看喔 純粹這大貨車 直接全部都倒在地上 然後你根本喔 你說你看得到這個東西嗎 什麼都看不到耶 什麼都看不到 能見度是多少 五公尺以內啊 所以這非常非常恐怖 他們甚至要跑去去關那個邊境的鐵閘門 然後你去看喔 你看這大客車倒了對不對 然後什麼都看不到對不對 他們甚至趕快動員士兵去關這個邊境的鐵閘門 你看 他們關這個鐵閘門 照著來說這鐵閘門其實是透風對不對 可是我光是透過這個螢幕 你就可以感受到這個風許多大 然後每個人在頂住這個鐵閘門 好不容易才把這個鐵閘門關起來 我們看到了一個報導 讓我覺得非常驚訝 他說現在MF就非常注意兩個國家 一個是在南亞的孟加拉 一個是蒙古 他說蒙古即斯里蘭卡之後 他要倒閉了 他要破產了 當然可怕的是 他原來最以為到畜牧業 居然是全部沒有了 他本來是坐在金山銀山 全世界你想到的礦展 金礦銀礦銀礦 包括稀土礦 他什麼都有 可是沒有想到 坐在金山銀山的蒙古 你說因為他們離中俄太近 在中俄的絞殺之後 這個國家居然完蛋了 而且我們過去對這個蒙古的印象 就是草原嘛對不對 然後是成吉斯安的後代 那這個地方水草肥美 畜牧業非常好 那你更不用講 事實上從2008、2009年的時候 他發現有大量的銅礦、鐵礦 還有煤礦一大堆 所謂洋煤土氣他都有 所以這個洋啊 洋就是畜牧業 土就是稀土 這個腦包煤礦 什麼全部都有 他也有天然氣 對什麼都有 結果沒想到這樣一個國家 到今天為止 那他現在的外債 300億美金 他的GDP才100億美金 也就是說他外債 是他GDP的三倍 他現在隨時呢 就像炸彈一樣 隨時引爆 他隨時都會破產 那我們過去 水草肥美的地方 現在已經看 慢慢陸陸續續看不到 所以我們以前聽過什麼 天蒼蒼 野茫茫 風吹草地 見牛羊 這個草原沒了 而且目前 約末70%的草原 已經不見了 而且目前76.8%的 蒙古土地 開始沙漠化 那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的狀況 以前蒙古國 80%是草地 那80%草地裡面的76% 現在已經沙漠化了 那你知道 事實上我2012年的時候 曾經去過 你去過蒙古 當時的烏蘭巴托 開始大建設 大建設很大 原本我都以為 這個蒙古應該就是一些 什麼帳篷啊 住在這個蒙古帳 不是 他們開始大興土木 開始學 因為中國資金 大舉的進去 當時中國很多人去買什麼 去開發他們的這個煤礦 因為他們有很多煤礦 所以中國的資金 大量的進去 然後他們蓋了很多鐵路啦 蓋了很多基礎建設 都是為了要挖礦 挖那些東西 就變成這樣 中國就是說 我為了要控制你 你地價賣給我 但是蒙古不願意 蒙古認為說 我不能讓你掌握 中國就一路之下 他全部撤走 他當時撤了200多億美金 就撤走 就撤走之後你知道 蒙古這些礦 我也不跟你買 我就是讓你這樣擺爛 所以蒙古 所以蒙古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開始累積了大量 因為他原本挖礦的時候 說我需要你外資金來 所以我借了很多錢 我要幫你開馬路 開港口 全部都完全沒有套住 所以等於蒙古從那個時候 就開始經濟開始走下坡 所以你說 蒙古是飲鎮止渴 他吃了第一個白火燈 開始接受了中國的第一筆資金 他就逃不了了 對 那我說為什麼 他被中俄玩死 好 中國這樣玩他 你知道俄羅斯怎麼 以前俄羅斯怎麼玩他 蘇聯事態的時候 蘇聯說要牢牢的控制你的時候 蘇聯就說 這樣沒問題 我每年都給你固定的這個經費 你也不用發展經濟 反正你就是我的附庸國 所以以前的蒙古都是這樣 可是後來蘇聯垮台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給你錢 沒有錢了 沒有錢了 他就完全經濟崩潰 那不是跟北海一樣嗎 所以他就是 我就說他是輪流 被中國跟俄羅斯兩個國家 就輪流搞你 但是你也不能跟 你跟我中國好 你就不能跟俄羅斯太好 你跟俄羅斯太好 就不能跟中國太好 那這樣蒙古尷尬去那是什麼 那我想跟美國好 我想跟日本好 不行 因為他就被兩個國家夾住 他有一度蒙古曾經要引進這個 要美國人來這邊幫人 沒錯 但是沒辦法 全部都被中俄兩個國家 完全給你否定掉 蒙古當時還試圖 讓美軍進來 他試圖還讓美軍 在這邊建立基地 他甚至還蒙古說 我跟美軍建立行的 所謂的聯合軍業 但是中俄的一夾殺 什麼都沒了 所以他就是因為夾在中俄之間 變成他非常非常倒白 他註定發展不起來 那他整個GDP的基地層 其實都非常低 那你知道這是這個圖爾里克 就是這個蒙古的貨幣 那現在不斷的貶值 貶值 你看我當初去的時候 大概約莫是大概1200 現在已經貶到3000多 你看現在整個貶值幅度 你看從最高到最低 現在幣只剩下15% 對 你說已經貶了那麼多的 這個狀況之下 所以你說這個經濟成長 高是因為中國 是 跌也是因為中國 那你看事實上現在 因為你知道你們留下大量的建設 很多爛尾樓 你看中國不給他蓋完 他就離開 所以現在整個烏蘭巴托市區裡面 很多都是沒辦法完成的貨幣 那是烏蘭巴托 對 那甚至很多垃圾 我1999年也去過烏蘭巴托 我當時去烏蘭巴托 我非常驚訝 當時根本沒有高度搭的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烏蘭巴托好像是一個現代巴城市 當時我們飛機要降落的時候 底下一面漆黑 那完全沒有什麼 就像你要到北韓一樣 可是你沒有想到 你現在吸收了資金 看起來你的經濟成長 看起來你的這個進步 你城市進步了 對 但是你付出的代價 竟然這麼可怕 你當時吃的時候就是 因為蘇聯剛掛來沒多久 他以前是靠蘇聯 所以他跟蘇聯很好 所以他後來 蘇聯沒辦法救我說 我就靠中國 所以中國最近從200809 20120進去的時候 讓烏蘭巴托整個起來 結果沒想到 好你不聽我的話 我就走 所以導致他整個後遺症 相當相當的巨大 你看現在整個 因為垃圾太多 你根本沒人清理嘛 那些所謂基礎建設 他們現在國家也沒有錢 去蓋那些東西了 因為全部都套在 當初的這個基礎建設裡面 那包括說你看 這是地下居民 他們烏蘭巴托現在私密是 我們都以為說 這個烏蘭巴托沒有平民 不好意思 烏蘭巴托平民非常非常多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中國跟俄羅斯 兩個國家怎樣 準備 這是在烏蘭巴托 這是他們的首都 對 像這個樣子 事實上現在烏蘭巴托 能怎麼辦呢 因為蒙古能怎麼辦呢 事實上現在外蒙古在這邊 這是俄羅斯 然後這是中國 他們現在兩個國家就說 我們準備來建一條 通過蒙古的這個天然氣管線 而且他們不需要蒙古的同意 他們就自己說OK就可以蓋了 因為蒙古也沒辦法不同意啊 你說俄羅斯要蓋一個天然氣管線 直接進到中國 我要經過了蒙古 對 但我完全不用知會蒙古 對 這就是西伯利亞力量 他往這個蒙古傳過來之後 往這邊來 他希望能夠來到這個中國的北京 或是來到中國的上海這個地方 跟中國管線互相連結 他們也 因為為什麼 你不得不同意啊 你現在我如果蓋這個管線 我還可以給你錢 收錢 不給你蓋的話 你根本什麼都沒有收到 所以你知道現在整個蒙古 就是因為兩個國家夾殺之後 他完全不能夠發展他自己的 這個任何的經濟啊 而且他現在剛剛講的 他現在的礦產 等於說是上帝給他的禮物 對 可是沒有想到這個上帝給他的禮物 現在變最可怕的詛咒 因為我要開發這些礦產 把我的環境都破壞了 你看這個澳遊陶樂蓋這個礦產 這是最大的什麼 蒙古最大的銅礦跟金礦在這個地方 那他是全世界 他是世界級的這個規模 因為世界級的規模 你看他整個礦產蓋的這個樣子 但是問題是我剛才講到嘛 你要有大量的這個基礎 建設投在這邊 結果沒想到中國 你看你看中國是怎麼樣拖垮蒙古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他就假裝 我們跟你一帶一路的合作啊 跟你這樣子去一樣的策略 他就用這樣子 然後套死整個外蒙古 外蒙古也沒有任何的後援 可以這個球援 他就因為拿外蒙古去戰 你看2021年到2014 2024年的時候 是整個外蒙古要開始還債的高峰 對 所以為什麼INF非常擔心 因為從今年開始一直到明後年的時候 他目前整個公共債務來說的話 是相當相當高啊 那另外你看他外債跟私人 我剛才講到是GDP的300% 三倍 所以現在整個外蒙古人 公務員軍隊都已經沒辦法給你錢 他們現在整個政府幾乎是 已經完全處一個停擺 你說他的軍公教都欠興了 對 完全處一個停擺的局面 這是現在外蒙古 我們能想像嗎 成吉斯坦的後人 現在是處在一個現在又貧困 然後國家又可能破產的一個局面 所以中國人對你好的時候 我來大買煤炭 我來進行觀光 對 我要走的時候 我拍拍屁股就走了 對 那你知道事實上就是這樣 因為中國這樣 中國蒙古對外蒙古 他最重要就是出口煤炭礦產這些 他要給你的時候 如果中國真的缺 我就給你買 中國有的時候 我就不給你買 他等於是用這樣方式 把你當成是second source 那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對外蒙古來講 他根本完全沒有辦法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缺借給你 什麼時候不能給你嘛 那你看 因為你看他們運的路 都還非常非常的糟糕 另外包括說你看 因為他們要進去這個蒙古 外蒙古的司機 要進去中國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要隔離 所以這些外蒙古的司機 都在抗議說 我為什麼被你隔離啊 那甚至他們在國境之內 還有所謂排隊篩檢 這些都是因為這樣 那他們司機 就只能夠認中國宰割 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所以那這個 所以你說中國人 對蒙古人非常惡劣 對 沒錯 那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他們現在還要蓋什麼 他們要蓋很多鐵路 你看這是原本的這個鐵路之外 他們還要蓋新的鐵路 這都是說我們號稱 要給我們中蒙二的這個經濟走廊 又這樣子你看 我們中國跟俄羅斯還有蒙古 我們要建一個經濟走廊 這樣子然後讓整個蒙古的 這個經濟發展起來 那你知道蒙古 他後來說這個 這個所謂鐵路建好 你看兩條鐵路建好的時候 你會有所謂海港的出口啊 所以你知道當時這個外蒙古 就是因為這樣 他就開始投資 但是投資之後 就跟那個一帶一路的建設一樣 到最後你根本不可能回收嘛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外蒙古完工的這些鐵路 過去幾年投資的 其實對外蒙古的收益 反正也沒那麼大 好 所以剛剛講的 蒙古我有森林 其實我也有豐富的水資源 我也有豐富的畜牧業 剛剛講的 煤 鐵 銅 金 銀 銀石 銀 銀 銀 這個幣 包括石油 它什麼都有 對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圖就紅點 紅點來說的話 就是蒙古所有礦產 可能發現的這個地方 你看煤 鐵這些存量都非常非常多 金有三百噸 三千噸 銀有這個七千噸 事實上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這個坦地 石油也有十五億桶 這都非常非常多 結果沒想到你看 他們不只是煤礦多 這些礦產多 森林也非常多 過去一段時間森林很多 還有水 還有畜牧業 結果沒想到 中國這樣大勢 因為外蒙古當時 就想說那我們就全力來發展這個礦業 所以它等於是大勢地破壞 整個外蒙古的整個國土之後 現在外蒙古的國土 幾乎是完全回不來的一個局面 好 那剛剛講這個什麼 這是2013年 1973年 本來我這裡有一個湖泊 我有一個冰川 全部都消失了 對 你跟你講 事實上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在過去 你看有湖泊的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這個冰川的樣子 但你可以看到 因為後來把它改變成這個礦產 礦產之後 後來就完全就不見了 你看就是礦產的這個痕跡 所以湖也沒有了 任何的冰川也都沒有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一直不斷地開墾 那因為他們很多地方 原本都是畜牧地 那個湖就這樣沒了 你看原本是放牧地 放牧地那因為放牧地發現到礦 那蒙古就說 那我們來挖礦 所以你看放牧地被炸掉 變成這個礦產 那礦產來說的話 又非常的耗資源 耗了大量的水 我剛才不是講嗎 他們發現了大量的稀土 這個是本來的牧草 對 這本來是草地 對 現在全全部炸掉了 難怪你的牧場沒了 沒錯 那過去不是很豐厚的水資源嗎 但是你看水資源的時候 如果你要稀土的時候 甚至說你要這個銅礦 金礦什麼都需要大量的水 所以大量的水又用在那上面 所以畜牧業就變得沒有發展 結果不要中國就把你的礦產 把你抽乾的時候 你就 畜牧業你也沒有 所以它現在等於是缺乏 沒有任何的產業 什麼都沒了 對 什麼都沒有 好 那除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給大家看這兩張圖 這張圖是什麼 直批的這個變化 比較 比較深 比較這個所謂的這個 黃色的就是 比較深綠色的就是有了直批 那淺 淺色的時候其實就是 所謂的沙漠化地帶 你看它沙漠化地帶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你看越來越 幾乎是這麼大的局面 過去一段時間 大概是只有這樣子 現在越來越多 所以就是說外蒙古 現在整個直批也越來越少 沙漠化也越來越多 那你知道 甚至你知道外蒙古 更糟糕的是什麼 人民窮了 人民窮的是他們現在 因為有很多金 所以很多金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發 沒有辦法自己 沒有辦法國家不挖 我自己去挖 所以現在他們全民在掏金 那不是環境更糟了嗎 對 更是破壞 所以你知道現在 整個外蒙古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甚至你知道 因為最近不是又發生所謂的野火啦 天災 溫度很高 它也是一樣 所以你看不但這個乾旱 導致它沙漠化 然後有很多沙塵暴出現 所以蒙古其實以前 本來就有沙塵暴 是 可是它現在更嚴重了 因為它整個土地 越來越沙漠化的這個狀況 好 所以你看白天 可能台上都會出現這種沙塵暴 那除了沙塵暴的時候 你看又有夏季 最近來說的話 蒙古那個地方又發生野火 不斷地燒 那結果冬天的時候 又非常非常的冷 又有所謂的暴風雪 所以你看事實上 也對蒙古整個國家造成了 雪上加霜的一個狀況